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方法实际上在记忆学习里头整整就是热了将近十年 从2000年到2011年 那么现在很多做那种应用的学科还在用这个东西 整整就是十年 就是我实际上一节课就全部给你 一次课就把那个最精华的全给你讲了 你把我讲的这一次课听懂了就够了 那我们上次的主要是什么 就是一个核对吧 是一个函数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双边量函数 那么这个X是属于它的一个什么 一个子级 那么核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主要是考虑是一个对称核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是在那个时空间去考虑 就是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个时空间的话 就是考虑是在一个什么 是在一个就是一个扶数空间的话 实际上这个对称是不需要的 因为在那个什么 在那个时空间里头的话 在这个在一个扶数空间里的话 那么就是说这个对称性就是什么 就对应的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叫黑米顿性质 对吧 然后那个黑米顿性质实际上是什么 是自然可以推出来的 但是在我们现在我觉得假设它是对称的 因为这个也对吧 也无所谓 那么我们上级就要给了两个定义 一个是镇定 一个镇定核 就是镇定核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任意给一组一组向量 任意给一组 就是任意给N个变 就是数据在包含在这个集合里头的任意N个 然后这个N个里头它就可以什么 它可以构成一个什么 一个矩阵 这个KXI XJ 那么这个矩阵是什么 是一个变成是一个N乘N的矩阵 对吧 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核是一个镇定核的话 那么对应的这个矩阵应该是什么 是个半镇定矩阵 是一个半镇定矩阵 如果这个是个半镇定矩阵的话 那么我们说它是镇定核 那么这个定义说是任意的 对吧 就是从这个头任意挑N个出来 那么就挑一个出来 挑两个出来 就是任意挑出来 那么都可以组成这样一个矩阵 那就这叫镇定 镇定核 那么还有一个是条件 条件阵定核 对吧 就是说这个K是个条件阵定的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那你同样从这里头任意挑出来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说它构成一个矩阵 对吧 这个矩阵 假设这是这个N 对吧 这个是KXN 那这个矩阵是个什么 是一个阵定 是个条件阵定 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这时候 它是任意给一个A 然后这个A 它是大于等于0 但是这个A是个什么 这个A要满足一个性质 这个AI从N等于0了 对吧 就加在一起等于0了 就是这个A是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它的所有的加在一起等于0了 就在那个止空间里头 就是在那个止空间 你可以说什么 在什么 跟这个加在一起 实际上就是什么 跟这个1 对吧 跟这个1正交的那个空间 跟1正交的那个止空间里头 它是什么 它是镇定的 对吧 因为这个什么 它是加在一起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它和1 对吧 这是个1 是个1向量 对吧 所有的原则都是1的 它等于0 那就是它跟它正交 对吧 正交 也就是从这个1 按它的正交补里头 就是这个地方 在这个正交补里头是什么 是个正定矩阵 那么我们就说它是个什么 是个条件正定的 条件正定 那么如果这个矩阵是条件正定的话 那么这个矩阵 如果这个K是个条件正定的话 那么它的-K是个什么 是负定的 这是我们的定义 对吧 是负定的 如果这个K是什么 是条件正定 那么-K就是什么 是负定 这是我们听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 就是说条件正定的话 我们要说明点 就是说因为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我们说是任意取 任意取就是N个数据出来 然后它是都是 那么因为你现在是什么 加在一起等于0 对吧 就是如果我只取一个数据的话 实际上这个没意思了 对吧 因为取一个数据是什么 那就是怎么 就这个A应该就是什么 就0了对吧 因为加在一起 那只有一个A 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是什么 就是我至少要取两个数据 就是取一个数据的话 就是它就是0了 0跟什么 任何一个东西相成是0 就没什么意思 那就是说意思是什么 就是如果是条件正定的话 我们取的数据总是要大于等于2的 总是要大于2 因为等于2的话 就交换两个相加等于0 才有意思 对吧 否则的话只有一个 一个等于0的话 加这个等于就是他自己等于0 那这个是这个 那另外我们还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 就是说如果就是在那个镇定的话 这个举定是镇定的话 那么就是说如果我取两个数据 现在我取两个数据 比如x1 x2 就取两个数据 对吧 我或者任意取两个xi xj 我就想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构成一个矩阵 对吧 那么这个矩阵是什么 是k的xi xj 然后k的xi xj 然后这边是k的xj xj k的xj xj 那么这个矩阵应该是什么 这个矩阵应该是半镇定 对吧 这个半镇定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条件 这里头就说明一个什么事情了 就是说 那就说明什么 就是他跟他相成 就是k的xi k的什么xj 它应该要大于等于 实际上就是他跟他相成 这两个相成减去他 对吧 这就是他的行列式 对吧 他这个行列式要大于等于0 他的行列式大于0 因为这两个是一样的 那实际上就说明这个x是什么 xi 因为对称xj平方什么 小于等于这个 对吧 就是这两个相成 要小于这两个相成 对吧 这就是因为半镇定矩阵 它的行列式 就满足这个性质 如果随便取两个 那就这个实际上就有个什么性质 这就是有点什么 科西西瓦子不等事 对吧 就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个是新 另外呢 就是说 我们经常会这样子来定义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normal kernel 那这个核 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核 那么这个核 假设是我继承的 就是k0 这个核 那么这个核是这样定义的 就是xi xj 那是怎么定义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什么 现在我这个kxi xi 等于0 或者kxj xj等于0 那么呢 我就对应了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元素 这个xi xj呢 是等于0的 就是对照线 就是在第i个对照线 如果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矩阵 对吧 它第i个 或者第j个 它是等于0的 那我就把这个 这个是k0 它等于0 这个 直接是0 否则 那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这个k的 xi xj 除以 它的这个 xi x1 2 k的 xj xj 2 对吧 就是说 那就实际上 就用这个性质 对吧 就是这个性质 就把它什么 规于化了 就是实际上 就这个意思 把它规于化了 因为它是 它小于它 然后它除以 然后再什么 再根号一下子 对吧 那就是实际上 是这个什么 这个总是在什么 在负1和1之间 对吧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如果是0的话 就不能除了 如果是0的时候 不能除了 那就是什么 如果是0的话 我就直接把它当成是0 否则的话 我就这样子做 那么现在 我这个结论是什么 这个和 就是这个还是什么 还是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k0呢 它还是一个什么 镇定和 就是如果这个什么 k是个镇定和 如果这个k是ps 就是镇定和的话 则 它呢 它也是个镇定和 现在就是说 我们要看这个结论 就是说把这个 做了一个规划 那你说这个 是不是镇定和 你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实际上 也比较容易 对吧 你看如果 如果这个地方 等于0的话 你看没有 如果这个 就是k i 就是s 这个 这个 就是x 就是对焦线元素 就是x 就是这个 如果k 就是 就是第1个点 对吧 就是这个点0的话 如果我现在 谁弄出一个矩阵出来 对吧 就原来 那个矩阵是什么 是一个n乘n的矩阵 对吧 如果其中呢 就是比如 这个地方是0 k x x x 那么如果 这个地方是0的话 第2个0的话 那么按照这个定义的话 实际上是什么 它整个这个什么 这一行是不是都应该是0了 对吧 对应了所有的这一列 都应该是0 对吧 同样这个怎么 这个j也是对吧 所有行 所有列等于0 是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实际上我可以把什么 把这两个数据 实际上可以扔掉的 就把它拿掉 就是说 因为都是0嘛 那个就是我把它决定缩小了 原来比如是 就是n的嘛 我现在对上什么 n-1了嘛 对吧 实际上就说对吧 那实际上就是 这个意思就意味着什么 我可以假设它都不等0 对吧 因为你等0 就把它扔掉了嘛 你那个矩阵 不起作用嘛 就是说对吧 你原来是n乘n接 我就变成什么 n接嘛 n-1接嘛 就是说我现在可以 就是说我来证明的 这个意思是什么 我不需要考虑这个条件 我可以把这个条件什么 忽略不计 因为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 实际上这个 这个矩阵的大小就变小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所有的都是大于0的话 那这个是不是可以 很容易就可以证出来 是不是很容易证出来 就是什么 就是说现在有一个矩阵 对吧 就是说一个什么 k矩阵 对吧 就是这个矩阵 现在这个矩阵是什么 就是一个什么 半正定矩阵 对吧 而且这个矩阵是呢 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 这个这个矩阵 它的对角线元素 所有的都是大于0的 因为我刚才说 如果是不等于0的话 实际我把这个矩阵什么 放小一下就行了 就是说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这个按照这个定义 是这个怎么写的 这个实际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对角线元素 就是假设这个对角线 这个D 这是个对角线矩阵 这是个对角矩阵 那么它的对角线元素 就是什么 一个是k1 然后k的什么 xn 就是这样一个对角线矩阵 那么因为这个对角线 这个是个对角矩阵 这个对角矩阵 所有的元素都是大于0的 刚才假设的 对吧 那么这个D肯定是个什么 肯定是个正定矩阵 对吧 那么这个D实际上是可以什么 有负二分之一的 就是负二分之一 就是所有的是什么 所有的负二分之一 对角线元素 所有的负二分之一 那实际 就是说我那个式子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式 对吧 就是有这个定义出来的 这个矩阵 就是这个矩阵 对吧 就是这个矩阵 就是正正化 那这个矩阵 是不是半正定矩阵 肯定是嘛 因为这里头是嘛 然后这两个都是什么 对吧 这两个都是对称的 而且这两个都非其意的 那所以说这个证明 就非常简单了 对吧 就是这个是这个结论 因为我们不是上次也讲过吗 就是那个方差矩阵的什么 协方差矩阵嘛 实际上就类似这样一个东西 对吧 它的性质就是什么 就是为了规划 就是让它这个 把这个矩阵的大小规划了 那么这个是这个一个结论 那么下一个结论就是说 那么如果这个K 就是说这个KXY 如果这个KXY 它如果它可以写成某一个什么 某一个函数 就是说某一个函数 这个F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函数 某一个函数的 这样一个一个内极 就是这个F什么 这个F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 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这个X是吧 映射到什么 映射到F 映射到F 什么意思 这个X是属于什么 属于这个RT的 这个F呢 比如说属于什么 R的 那也就是这个F是个什么 是一个向量值函数 就是这个F本身是什么 是什么 是R维的 就是说这个F什么 这个FX实在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是什么 是F1X 然后呢 一直到什么 FRX 是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说它是一个向量 就是X F本身是个向量 就是说如果这个K 可以写成 就是说 可以写成这样一个函数 它的内极 对吧 就是这样函数的内极的话 那么则 如果就是说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它可以写成这样一个内极的话 则 这个K是什么 就是一个什么 半正定矩阵 是个正定核 这个正定核 就是说这个F就是刚才说是这样定义的 这个F是从这个 这个大S 花体X到什么 花体F 这个F是属于R的 这个是属于它的 那就是这个F是什么 是一个向量 F本身是个向量 它每一个什么 每一个都是一个函数 每一维是一个函数 那总共是二维的 那么说 如果这个K可以写成这样的话 写成这样一个内极 就是这种函数的内极的话 那么这个K 我就说它是个什么 是个 是个正定 是个正定核 那这个肯定 这会是什么 我就认一取 对吧 就是认一取X1 到XNN个点 那么就是 我可以套了这个什么 套了这地方来 对吧 那么就是 这个 那就这时候 这个K 就对应了这个K矩阵 就说我现在这个K矩阵 实际上这个K矩阵是什么 就是说可以有个什么 你可以把它放在这地方来 就是说这个X放在这个地方来 就有一组了 对吧 然后再放一个 再有一组了 那实际上最后 这个东西是个什么呢 这个是N乘N的 那这个实际上是什么 应该是个什么 是一个 这个F的卷出乘成F 这个F是 F本身是一个 是R乘N的 或者我直接 我写出来吧 就是说这个F是什么呢 这个F 这个是个矩阵 这个F矩阵是什么 就是把每一个都放进去 放进去我就把它放在 就是 比如X1 然后这个什么 FR我就这样子写吧 1 就是这个 第二个的是什么 再放进去是什么 F F1 X2 F2 X2 那这样是什么 就是这个是 XR X XN 这个X1 F2 XN 就这样一个东西 实际上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F就是什么 就是每一个什么 就是我把这个放进去 这个F X1 它的这个卷次 对 对 这个应该是 这个F 这个是N 它的卷次 对吧 就是这每一个 这每一个 这每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X 放在这地方来 对吧 就这样一个东西 那实际上这个是什么 矩阵 这是一个 这个是个矩阵 这个是 这个矩阵应该是 我看 这个N乘什么 N乘上R的一个矩阵 可以这样一个矩阵 如果是这样写的话 就是说 我实际上 我这个就是说 有那样一个性质的话 我这个K矩阵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F 乘上F的卷次 就是这个K就等于 这个F乘上F的卷次 那 就是有这个定义 就这样 那这个K肯定是个什么矩阵 半智定矩阵 对吧 就是如果一个矩阵 可以形成什么 一个矩阵和另外一个 自己的什么 卷次的话 那个矩阵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个半智定矩阵 对吧 那就是 那就说 就这么写出来 就是这个你自己去带一下 试一下 就说 这样子写 那实际上就是 这个K就是应该等它的 如果这个K是 这个KF是等它 那么这个K就可以形成它 那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说 如果这个K 这句话实际上就是 这意味是什么 如果这个K 这个和是什么 是在这个空间里头的 就是这个 你把这个F X是吧 你可以看的是 在这个R空间里头的 一个什么 一个变量 对吧 一个向量 对吧 就是如果这个K可以形成什么 形成在这个空间里头的 两个向量之间的内极的话 那么这个K是个什么 K是一个半智定矩阵 是一个半智定和 实际上我们刚开始 对吧 刚开始在讲的时候 就是希望什么 就希望我找出一个K 这个K是在某一个空间里头的 什么 两个向量之间的内极 内极 现在说 你看我现在已经得出来 如果这个东西 就是那个内极的话 那这个K是什么 这个K就是个 是个阵定和 对吧 那后头我们会讲 如果这个东西 是个阵定和的话 那它反过来 它也可以找出来 它会是 那里头的一个内极的 现在这个是倒过来 那我们现在来看几个 就是定义 就是说 首先就是我们来看 就是说 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极限的定义 就是点 这个定义 那这个是什么 就现在就是 假设我们有一组 有一组 就是我们有一序列的核 那么这个核 就是比如用 就KN来表示 这个KN是表示 这一列核 如果是一列核 那么对于这一列核 就说 我们现在来定什么 这个N是属于 这个 这个 是这样一个东西 如果这一列核 我现在定一个极限 一个性质 那么这个极限是这样子 就是说什么 这个 因为它每一个核 对吧 那么如果这个 这个KNXY 当这个N 趋近于无穷 就是这样子 如果它收敛到某一个核 KXY 那我就说什么 说这个核是什么 这个核收敛 就是说现在有一组核 对吧 然后这一组核 就是把每一个什么 就是任意拿一个 就这样出来 然后看它 对吧 如果这个收敛到这个地方 那我就说它这个什么 就是一个收敛的性质 就是这个核的性质 就是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定义 就是说如果这个核 那么另外就是说 我们再来 就来看看这样一个什么 一个序列 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们知道 假设这个AN 这个什么 这个XN 这个N从0到5从 如果假设这个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序列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密序列 那么假设这个 收敛半径就是什么 它的收敛半径是肉的话 就是收敛半径是肉的话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X 这个X换成是核 就换成一个核 就是说这个核 就是什么 这个核 就是X自己 但是这个核是N次方 就是把这个核 就是把核 就是N次方 这个是核 就是DN个核 对吧 这个意思要明白 那么就是说 意思是说 如果这个缩链 对吧 如果这个缩链 而且这个什么 这个核 它具有什么 相同的这个收敛半径 现在我们本来 假设是有这样一回事的话 那么就是说 我把这个 这个密极限 直接什么 换成核进去 那这个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那么现在有基本的性质 那么下面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定理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性质 或者一个定点 就是现在就是这个什么 镇定盒 镇定盒是B的 这是B的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在什么地方 它在哪个地方是B的 它在求和是B的 就是求这个直级是B的 求这个吞斯级是B的 求这个点直 就是刚才说这个极限 那它也是B的 然后求这个什么 这个符合 这个符合就是基于刚才这个符合 那如果这个在说 假设这个AN是什么 是要大于点0的 那这个是什么 它也是B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里头都是什么 它也是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核它是B的 再求核 求核意思就是什么 就有两个核 就是假设一个K1 对吧 这个K1是X乘3 X到什么 到R的 然后这有个K2 这个X乘X它是到什么 到R的 那这个就是核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核就是这个K1加上K2 就是这个就第一个核 那这个是自然的对吧 那什么意思 就是两个什么 两个半定定矩阵 加在一起是什么 还是半定定的 对吧 这个这个是没问题 那这个极是什么意思 这个直极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这个K1乘上K2 这个K1乘上K2 那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说 你应该也知道 对吧 就是K1乘上K2 实际上就对应的是什么 如果弄成两个矩阵的话 实际上就说 这个是什么 应该是就是说 如果就是它生成一个矩阵 对吧 假设计论就给N个数据 对吧 那么它生成一个K1矩阵 对吧 大于K1矩阵 那么它生成一个什么 对应的有一个什么 K2矩阵 这两个乘在一起 它生成的矩阵应该是什么 是它的对应的元素 是不是相乘了 那这个叫什么极啊 哈达玛极 哈达玛极 就是两个半定定矩阵的 哈达玛极 是不是还是半定定 这个是有结论的 对吧 是有结论的 但是我可以给大致 我们也可以大致说一下 那这个就是说 那这个是自然的 对吧 这个是自然的 这个是自然的 那这个就是说 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什么 两个就是要证明什么 就是哈达玛极 是吧 两个半定定矩阵 哈达玛极也是证定的 那这个实际上 我看啊 对应的元素相乘 它就是那 比如我们现在任意 就是任意给什么 X1对吧 XN 就N个点 N个数据对吧 就N个这个东西 那就实际上我们要证明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 这个应该是他 应该是XI 然后XI应该是乘上什么 应该是乘上K1 K1的这个是什么 这个元素是 应该是XI XJ 然后K2 也是X什么 XI XJ 然后呢 这个是AIJ 对吧 就是实际上 我要证明这个东西 是要大于点0 对吧 是吧 就是要证明 这样一件事情 对吧 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 我看看这个 这个矩阵 这个矩阵 浩淡分析 对应了两个元素 大于点0 这个没什么问题 X2 那我就是什么 两个矩阵 对吧 这个K1矩阵 我把这个K1矩阵拿出来 这个K矩阵是个什么 是一个N乘N的矩阵 是N乘N的 就是个PSD矩阵 对吧 这个是K K是N乘N的PS矩阵 那么我们知道 就说我们学生 可能也跟你讲过 对吧 就是如果这样一个矩阵 它总是可以什么 是不是可以分解成是什么 一个 一个B矩阵 或者一个M矩阵 和一个M矩阵的 这个对吧 对吧 是讲个这个事情 对吧 就是这个 那么就是 这个是N乘N的 这个是N乘N的 对吧 任何一个矩阵 你做什么 做SVD分解 对吧 做SVD分解 然后够拿出来就行了 就是任何一个半阵阵阵 总是可以做这样一个分解 那么做这样一个分解的话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M 假设这个M的 它的元素是什么 是M的IJ IJ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K1的什么 这个K1的什么 它的XI 比如XJ 对吧 就是它的元素 就是或者K1的 它的IJ这个元素 它这个I 就是DIDJ这个什么 这个元素 就是它应该等于什么 应该是 它的D多少行啊 DI行和它的什么 DJ列 什么 对应的相乘上求和 对吧 就这样 那就说 这个是什么 应该是K从1到N 然后这个应该是M的 IK 然后是乘上什么 M的什么 倒过来 应该是KJ 是什么 倒过来 对吧 对它的M列 它的M列应该是什么 是它的 它的 它的J 还是好 是这个 是吧 是这个 对吧 是对吧 卷次一下子 卷次一下子 那就是 那就是实际上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K是吗 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是可以是吗 换成这个 对吧 带来这个 那就是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元素 就是这个DIDJ 这个元素 它就可以是放进去 就放在这地方 实际上是 就是这个I J从1到什么 N AI AJ 把这个地方就放进来 K从1到什么 K从1到N 然后这个是什么 MIK MJK 然后是什么 K2的 X I XJ 这个J 那这个时候 我们做个变换 做个什么 就是把这个什么 这个K从1到N 拿出去 拿出去 然后是什么 就是拿到外头 然后这个什么 里头是什么 I J 从1到N 然后这个AI 我看可以这样子吧 AI 对吧 AI和这个 AI和什么 这个MIK 弄在一起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 这个AJ呢 和这个什么 MJ K拿在一起 拿在一起 然后这个什么 K的 X I XJ 对吧 是这个东西 是吧 实际上就是说 我这个还不应该拿出去 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再是什么 我再可以 我再可以把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搞在一起 这个什么 放在这个里头来 是不是 可以不可以 这个我先不管 先看看 可以从1到N 这个实际上 放进去的话 这个实际上就是 没关系 就把这个什么 当作是一个新的元素 对吧 这个当作一个新的AJ 对吧 这个当作一个什么 新的AI 对吧 然后 那它跟它是什么 不能弄在一起 把当作一个新的 不是变成什么 变成半定定了 对吧 大于等0了 然后在所有的 加在一起 应该也是什么 也大于等0了 就是把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两个合在一起 看的是一个东西 这个看的是一个东西 然后把它看的是一个东西 当作一个新的数 放在这里 跟它相成 不是所有 再加接待什么 要大于等0了 因为它是半定定了 然后所有的 再加在一起 必须也要大于等0了 如果这意思 这个是什么 比如这个是看的是什么 BIK 这个看的是什么 B的JK 可以吧 可以吧 对吧 就是意思说 那就把这个 跟这个弄在一起 所有的XI XJ 就是我这个K不管 我这个IJ 那么这个是不是 B数要大于等0了 就是我现在给了一组 就是现在是给一 先给出一组 因为这个 我就把K不管了 先不看K 把K固定住 就是说 你只看到 这个I的这个东西 这个I的东西 因为这个只有I会接 实际上就是我给了一组 什么 给了一组B 你看到没有 给了一组B 那就是现在这个什么 这个是B1 你看到没有 B1是什么 就是这个是B的 B应该就是什么 B的I1 然后意思是说 B的什么 N1 你知道吗 就这个B的什么 B的N 等于是吧 这个是B的 B的IN 然后呢 B的NN 就这样一个东西 实际上就是说 这里头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里头 如果这样写的话 这里头是什么 这里头就是B的什么 K 你看到没有 卷次乘上什么 乘上K2 然后B的K 对吧 就这里头啊 这个就是所有的 这个IG啊 然后再什么 再所有的K相加嘛 那这里头 所有的都是什么 任意一个B嘛 都是要大于点零的嘛 加在一起 是不是还是大于点零的 现在里头就大于点零了 里头就大于点零了 我再说一下 我再说 就是这个K从1到N 对吧 然后这个IG从1到N 现在是什么 这个AIMIK 然后AJ什么 MJK 然后这个是K2 XI XJ 就是我把这个 另成什么 这个BIK 是另成什么 AI乘上M的IK 可以吧 这个没问题 然后这个BJ不就是等于什么 这个AJ什么 MJK 对吧 现在我定义一个什么 定义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是B的什么 B的I B的K吧 可以吧 这个BK是什么 这个BK就是这个什么 B的 B的EK 然后B的NK 可以这样的东西 对吧 如果这样定义的话 实际上是什么 那上头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是我刚才说的 应该是B的IK的 这个地方是什么 B的什么 JK的 那整个这一块 这一块 这一块 这一块相乘 如果带这个什么 把这个向量带进去 这一块相乘是等于什么 就是等于这个 K从1到N 然后呢 B的K 卷次 然后呢 K2这个矩阵 对吧 对应的矩阵 然后B的什么 K嘛 没有吧 就是现在就说 我任意一个B嘛 一个向量嘛 对吧 那因为它是个半正定矩阵 这里头不是要带一等0吗 所以加在一起 是不是要带一等0了 就这个意思 对吧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说 就是说两个半正定矩阵的哈达曼级 我不知道我们那个线性单数书是怎么做的 那这个 那第二个是Tensor级 Tensor级是怎么定义的呢 Tensor级是 我们看看 它是 那它这个是K1和这个K2 是我们用这个记号 这个东西 它这个Tensor级它这样 就是比如这个K1呢 假设这个K1是X乘上X到R 这个Tensor这个K2呢 它可以是什么 不一定是在同一个什么 同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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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里头 它可以是在另外一个集合 Y这个集合 它可以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 这个K1K2不一定是同一个东西 对吧 可以在不同的这个地方 那么这两个特色级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把这个 先把这个X和这个什么 和这个Y插在一起 它跟它放在一个什么 就是它在 它是它乘上什么 乘上X 这样一个集合 它是这样一个东西 它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也就是说这个K1你看到 这个K1 这个K2 它应该是什么 它应该有多少个元素 就是它对吧 它应该是作用到这边 这边和这边 对吧 它应该是 这边有一个什么 X1 Y1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个什么 X2 Y2 对吧 应该是作用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这个X1 Y1是什么 它是属于在什么 这个X 这个 这里头的 然后这个X2呢 或者XI嘛 YI嘛 这个YI嘛 XJ YJ嘛 这个YJ呢 它也是包含在这个地方 它是包含在这样一个地方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TensorG 那它的定义是怎么定义呢 它就是说对吧 它定义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它等于什么呢 它是等于这个K1 这个什么 这个X1 X2乘上K2 Y1 Y2 这个是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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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J 那你看这个 这个大小 对吧 如果就是从 从这地方 如果从这地方取什么 取N个点 如果这地方取N个点 X1 一直到XN 包含在X里头了 如果这地方取什么 M个点 包含在这个Y里头了 包含在这个Y里头了 那么这样子构成一个矩阵 对吧 就是 它构成是一个什么 多大矩阵 它构成一个K1 应该是构成 就从这个N个点 应该构成一个N乘N的矩阵 对吧 对吧 然后这边应该构成一个多大的矩阵呢 这是K2应该构成什么 从这取M个点 取M个点 那么它应该构成一个什么 M乘上M的矩阵 对吧 M乘M矩阵 那整个这个 这个K1和K2的这个什么 Tensor集 它应该构成一个多大的矩阵 你看 就是说 它的元素 它也能变多少次 就是说 这个是多大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N对吧 然后这个是什么 M 那这两个一层是多大 它应该是在这两个相层取集合 对吧 对吧 那就变成什么 NM了 对吧 NM了 也就是说 在这边是什么 NM的 那这边是不是也是NM的 对吧 那就是整个那个矩阵多大呢 是NM乘上什么 NM 就是这么大 就是这个矩阵 那这个就是什么 叫Tensor集 那如果是这样一个集合的话 如果这样定义的话 就是说 现在这个什么 这个假设这个是大K 对吧 这大K是 这个K 这个K是什么 这两个的 是这两个东西 是点成它 那么这个K这个矩阵 大K这个矩阵 现在就按照 刚才这个定义 按照刚才这个定义 对吧 那么这边是有个K1矩阵 对吧 这边有个K2矩阵 那么这个K这个矩阵 应该是怎么写的 是什么 可以写成这样 是大K1矩阵 和什么 大K2矩阵 就是这样一个层 这是个矩阵 这是个矩阵 这个K1就是 作用在这里头的一个矩阵 然后这个K2 是作用在这里头的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是多大 这个矩阵是n乘n的 这个矩阵是什么 m乘下m的 这个矩阵 那么这个矩阵 这个矩阵实际上是等于什么 就是一个Connect Product 就是Connect这个集 那这个集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元素 它的元素 就是它的任何一个元素 K1的什么 K1的任何一个元素 如果K1的这个IJ元素和什么 和整个K2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相成 就是什么 就是把K1的 K1的DIJ元素拿出来 然后跟什么 跟整个这个K2相成 这是个矩 这是个矩的 有没有吗 就每一个元素是一个矩 有没有吗 因为这个K2 这是一个元素嘛 然后这个是个矩阵嘛 就是这是个快表示 就是一个快矩阵的表示 就是就是是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K是他和他做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Connect Product 那现在就说如果这个K1是什么 这个K是半正定的 这个K2是半正定的 它是半正定的 上次你们讲过这个东西没有 没讲过这个东西 这个事实上就是说 你就说就是说这个 这个SVD对吧 所以说一定要学SVD 对吧 就看刚才那个也是可以做 这个可以随便 当然一个一个可以定义 一个可以把这个这个什么 把这个证明 把这个证明直接什么 直接放到那个 直接放到刚才那个 就是两个相成 那个去证明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定义一个什么 新的K1 这个这个K1 这个这个K1是这样 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K是什么呢 这个K1 这个新的K1是什么 X乘上Y 然后什么 这个X乘上Y 乘上Y到2 就是这个K1跟什么 跟这个K是一样大小的 一个K1 那这个K1是怎么定义的呢 这个K1是什么 这个K1这个定义 就是任意的一个什么 就是把这个任意取一个什么 X1 Y1 然后呢 X2 Y2 那它怎么定义 它直接就等于这个K1的 X1 X2 这个 就X1 X2就算了 就不用IJ了 就是这样定义的 就是说 就直接就把它放成这个K1了 然后对于呢 就有一个K2 这个K2就是也是什么 它的这个也是在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集合里头定义的 也是这个集合 那它这个定义的大小 它是这样 就是说 那这里头任意取两个 对吧 X1 比如X2 Y1 然后这个X2 Y2 那它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K2的这个什么 Y1 Y2 我可以这样子定义 对吧 那按照 如果有这两个K1 一杠和 K1杠和K2一杠的话 那刚才那个K 对吧 这个K刚才是什么 这个K是等于这个什么 它和它的这个东西 对吧 对吧 那实际上这个 就是按照这个定义 实际上什么 就是等于它和它的什么 乘 对吧 对吧 就它和它的层 看不见 对吧 那实际上就是什么 我只需要证明什么 就是如果这两个 对吧 如果这两个 如果这两个是什么 这两个是半正定的 或者这两个是正定核 那刚才我已经证明了 两个正定核的集 是什么 正定核就可以了 对吧 那就是实际上就可以证明一下 如果这个K1是个 如果这个K1是什么 K1是个正定核 那么这个这样定义的K1肯定也是正定核 如果K2是正定核 那这个K2也是正定核 就可以了 就把它转换成那样一个东西 实际上那个应该是比较直接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 那反过来就是我们说 就是我直接对这个矩阵来做 现在就说假设这个什么 就是现在这个K1是个矩阵 K1是个n乘m的矩阵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是m乘m的矩阵 我现在证明这两个 它的这个东西 那我就是什么 怎么办 就是把这个K1我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SVD分解 这个K1有个SVD分解 U1 Lambda1 然后呢 U1的卷次 然后这个K2呢 它有一个 这个什么 它也有一个什么 就是也可以做一个什么 也可以做一个SVD分解 那么它是U2 Lambda2 然后U2的卷次 那么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n乘m的 这个是n乘m的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n乘m的 这个是这个m乘上m的 这个m乘m的 这个m乘m的 这个总是可以做 对吧 这个总是可以做 对吧 这个因为它两个都半定定矩阵 而且这个 那这个K1和这个K2呢 这个东西 它的SVD分解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两个弄在一起 然后是什么 在这两个弄在一起 完了之后就把这两个什么 这两个 就是这个K就是可以 它就等于它的 那这个是什么 我就 这个是什么 那这是两个对角的弄在一起 实际上就是什么 每个元素 它的元素对吧 相互之间都要乘一下 这两个弄完了之后 你发现它还是正交的 还是正交的 那当然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它是什么 它的起义值 它的起义值 那就是什么 这个矩阵肯定能证明它 它这两个都是什么 半定定的 你弄成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K肯定也是半定定的 就直接就可以出来了 先我们休息吧